各位大家早安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下PPT延期进阶班 我们今天的课程 其实如果说大家可能知道 上个礼拜五我有做一个叫做PPT延期基础班 有一些基础的观念 如果各位想要先去补充一下的话 也可以去参考那段影片 那我稍后会告诉你们在什么位置 方便在做学习 那其实PPT这套软体 它很重要的一部分 它是在做一些 比如说Word的表格要放进来 Excel的统计图表要放进来 所以我们再把它做得更漂亮一点 所以我们会有加一些美工的设计 还有要让它动起来 比如说动简报的制作 所以在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就会着重在这件事情的交讲 那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 当Word跟Excel资料改变的时候呢 我的简报内容要跟着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在做Word的文件 Word的表格或者是以消统计图表都是别人做的 那我们只是来当作是一个报告 或者是集所有大臣的一个工具软体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会如何让原始资料改变 我们的简报这个目的存到表格或图表的位置 要跟就是内容要跟着来 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好 那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就是简报里面可能会需要用到的字形 字体 那字体我们可能会跟各位分享 你们备的字体 因为中文字体 不是很多而且都是要花钱去买 所以我们推荐一下 就是有一套叫做私缘字体 也用给你们参考 那里面就有各式各样的字体 可以给各位参考 那我们这一天大概就要介绍这些内容 最后我会再介绍简报的输出 因为输出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目前慢慢的都把视讯会议把它加进来 这个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从MSN跟Skype 当他买走Skype的时候 微软公司买走Skype 他就把MSN拿掉了 可是他后来又发现Skype 好像天重在打电话这件事 所以他又自己在开发了一个叫Link YNC 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然后简报这边的结合 就是要去做很重要的一件事 视讯会议 他就要开国际会议 所以到时候 我们在交这一段的时候 会失望说 你可以想象一下 假设你现在人在纽约 假设你想象你是在巴黎或者是在高雄 反正就不是坐在我们教室里面 然后可以去开一个国际视讯会议 他后来做得到 好 那我想我们这六个小时的内容 大概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姓孙 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我也住桃园 我也是住桃园 扬美 因为那天有一天 就是桃园市政府 就是人事处的 人事市的一位长官 就打电话问我 老师可不可以来上这个简报 我说我当然很高兴来上这个课程 那我的电子邮件给各位 我的WeChat还有LINE 全部都给各位 方便你们如果需要跟我联系的话 你可以直接找到我 然后跟我联系 我之前是在巨匠电脑 担任总公司的专任讲师 大概在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我就想说 应该人生有不一样的一个境界 所以我后来想一想 我也蛮喜欢读书的 我就跑去国立养民大学 继续攻读我的学位 然后我的专长 还是在资讯资讯这个领域 也就是说只要你跟电脑相关的一些内容都可以 例如说跟我这边取得联系 另外我的电脑证照有30多张 有国内国外的电脑证照 然后也写了50多本书 后来我就想说把这个我所教学的内容 我就把它做成教学影片 放在YouTube上面 所以你只要到YouTube输入我的姓名 然后再找一个主题 一定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影片 所以我今天放了差不多2800部的影片 放在YouTube上面了 就方便如果学生问我什么问题 像最近好多人在问我的问题是 像例如说在大数据分析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些问题 那我就直接把它做成一小段一小段影片 然后方便我就直接到时候说请先参考这部影片 那日后如果你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我可能也是用这种方式 方便我们来去做交流 那如果说你对于 因为我的专长 我比较喜欢研究的是像数据 数据 然后就是像例如说大数据分析 我们有免费的像Power BI 还有像那个付费的Table 其实这边我都除了非常多的影片 欢迎各位 如果你有除了简报 还有像文书处理 或者是影像美工 其实这些我都有相关的证据 或者是20多年的教学经验 绝对可以在你的问题上面 跟你有一些互动跟交流 好 那我接下来就要告诉各位 就是我的范例讲义下载的位置 因为我比较喜欢的是实务教学 所谓实务教学就是今天这整个课程 90%部分 就是全部都是可以实做的 那先藉由我的一个交讲 然后接下来你再实际的操作一下 那我把我的讲义范例全部都放在这个位置 HTTPS帖号 斜线斜线 GO.GL 斜线 YTZ 这边要特别注意 这个R是大写 一定要打大写 然后这个是小写的X 然后大写的T 这两个R跟T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打大写字 如果你都打小写字 你就进不去 那我们因为给你的是一个HTTPS 一个网址 所以我们就要利用 例如说浏览器来开启这套 开启这个画面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 麻烦就在这个开始工作列里面 点一下Chrome浏览器 当然你打开那个IE也可以 好 点选 点选Chrome 是不是就可以打开Chrome浏览器 点选这个Chrome捷径图示 我们就可以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在这个地方输入 HPPPS 冒号斜线斜线 GOO.GL 斜线YTZ 然后大写的R 小写的X 大写的T 然后Enter 是不是就可以到 我的这个电脑教室 你看我从很久很久以前 我就把我的所有的影片 2014年吧 大概2014年 2015年 应该还可以看到更早 2014年 我就把那所有的影片 影片我都放上来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像这个我还后面把它编 编好 这全部都是跟数据相关的 所以像包含Excel出街 进街 韩式 然后Excel的大数据 然后到资料清理 然后以及办公室自动化 还有像如何做Excel的大数据 一整套全部都在这里 方便你们如果有兴趣 愿意花时间来学习 这绝对是一个很好平台 这边有影片 这边有讲义 还有范例 好如果说有放 最近好像放中秋节 那你就可以参考一下 找一个主题来学习一下 那当然有很多了 像影片处理 美工 像illustrator 这都有很多 好我们现在重点 要看最上面 最上面 那光是光是就是这一个课程 就是简报制作进阶 今天的日期 2019年9月6号 简报制作进阶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讲义 所以你要电子讲义的话 你就直接在这边下载 因为你们现在已经有职本讲义了 所以不用再去下载这个 暂时不用下载讲义 那可是你要范例 因为你要跟着我 今天我要做什么 带你们进入到简报的美工世界 那你就必须要去拥有这些范本 跟着我一起来做做看 所以这边有一个范例下载 不要点错了 你不要点到office 日常工作的整合应用 这个整合应用 就你一定要就是 word加e-sale如何整合 word加powerpoint如何整合 所以会开很多很多的软件 可是像这个 这个是简报制作进阶 就只会开powerpoint 但是我还是会开一点其他的软件 那就点选这个范例下载 点范例下载之后 这边是不是有很多范例 这边有好多范例 那我试过就是全部下载 全部下载就是同时把2456 这六个档案全部压缩起来 然后下载 到时候你再挤压缩 这还蛮简单的 可是我不晓为什么 这边因为我们使用的防毒软件 是卡巴斯基 所以点选全部下载会有点慢 所以建议各位 干脆这样子 一个一个档案下载下来 比如说游标移到这边 点一下 它是不是就下载下来了 然后游标移到这个档案 你不要点这个地方 你点这个地方 就是打开这个档案 好 比如说这是影片档 它就开给你看影片内容 可是我现在要下载 所以请点它 然后游标点它 那我想这边下载速度都还蛮快的 所以我们就不经过压缩 因为经过压缩卡巴斯基速度会降低 会变很慢 因为它还要检查那个档案 有没有中毒什么之类的 可以吗 那我们先进行 范例的下载 就是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打开Chrome 然后在这个地方 输入 HTTBS 冒号 写信 YTZ 然后接下来 请点这个 9月6号 简报制作进阶 范例 下载 点它之后 请在每一个档案的左上角 只要点一下 不要点两下 你点两下 它就变成下载两次 你点三下 它就下载三次 所以各点一下 好不好 好 那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完成 范例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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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后再告诉各位 下载下来的档案 放在什么地方 好 我现在摆摆张了 接下来我们要学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下载下来的范例 那范例在什么地方 好 这我必须要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 首先麻烦请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暂时用不到这些视窗 所以我们暂时把它都关掉 这个是教学网站 方便你在手机上面观看 好 那我们关掉 我们现在 现在来思考一下 我刚从网记网路上下载下来的档案 放在哪里 从网记网路上下载下来的档案 会放在本机的下载里面 好 我再把这句符合逻辑的话 讲给你们听一次 其实很简单就是废话 真的 根本就不用去想 我们刚刚是不是从网记网路上下载下来的档案 对不对 好 因为我给你们是一个网址 那就是网记网路 我从网记网路上下载下来的档案 放在本机的下载里面 因为是下载下来的嘛 当然就放在下载里面 所以你要先找到本机的下载 你们知道本机的下载在哪里吗 好 那如果不知道的话 我们第一件事情打开资料夹 打开资料夹 这边就有本机的下载 可以吗 就是他从WIN7就多了下载 以前你是不是只有那个我的文件 对不对 可是WIN7开始他就多了下载 就是本机里面有一个下载 方便让你去找你从网记网路上下载下来的档案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建议各位这边是不是有修改日期 然后我们排序一下 排序一下 就是你最后 我刚刚是不是我们今天9月6号 进行的下载 按照顺序排序 然后这几个档案就是刚刚下载下来的 所以你可以选第一个到 这个自我介绍 二四六六个档案 然后把它剪下来 剪下 因为建议不要都放在下载里面 你看我这边下载是不是好多好多个档案 所以不要都放在下载 不然下载里面放很多档案就变成 另一种形态的垃圾桶 对不对 好不要都放在下载里面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放在桌面好不好桌面 桌面 桌面 然后你这边你先新增 点桌面之后新增一个资料夹 例如说我们叫做PPT进阶 然后Enter 贴上 贴到这里 好吗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如果今天就是最后4点半我们下课 我就要请你们把它就看整个带回去什么都可以 或者是删掉 就是不要留在这个公用的电脑里面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了 那我们就可以关掉了 好那请你们先把档案先放到自己的桌面上 让自己的那个范例啊很方便来去找 那因为当我们在讲这个课程 在讲简报制作这个课程啊我想跟你们先分享一个非常 对因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叫做从word文件标题 传送到powerpoint 好所以呢 所以在这个范例里面 我们先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个office2010TIP40招 好所以快速点两下打开这个office2010TIP40招这个档案 然后启用编辑 各位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做简报 可以想见一件事情吗 因为因为我们现在要做简报 之前是因为我有一份word的文件已经做好了 有了这份word的文件之后 我要快速的去产生简报这件事 可以想象一下吗 例如说好了 假设你今天你已经写好了一个计划 可是计划是不是要报告给别人听 所以你会希望把这个长文件 这个很长很长的一个计划 内容快速的去做成简报 然后再透过 然后再透过例如说单枪投影器去报告给其他人听 可以了解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长文件里面 它的一个使用的方法就是把这个长文件的标题字 像这是标题一文字 这个是标题二文字 我们我们要试着把标题文字 传送到简报里面 那传送到简报里面 以前我们的做法是不是 例如说这是标题文字 然后复制 然后接下来打开 PowerPoint 会不会打开PowerPoint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它贴在这个地方 那这里面要贴标题二文字 我们就回到 word文件里面 然后把这个字复制起来 复制 然后接下来到PowerPoint的里面 贴上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又到word文件里面 选到第二个 标题二 对不对 然后复制 复制 然后接下来到简报里面 贴上 然后Enter 对吧 以前你们是不是这样做 可以了解哦 这种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如果这边word 标题有七个标题一 然后标题二有四十个 你总共要做四十七次的复制贴上 而且有没有可能复制错误 有可能重复贴到 对吧 甚至有可能漏贴了几个 尤其是主管坐在你旁边说 我十分钟后要去开会 你觉得十分钟后你可以复制贴完这些文字吗 不可能 所以请你们记住一件事情 如果说当日后 你所有从现在开始哦 你回去就是工作的时候 有超过三次的复制贴上动作的时候 就麻烦请你写信问老师 看看有没有更快更简单更迅速的做法 可以了解吗 所以我的电子邮件还蛮有用的 就在你们的那个 我的电子邮件你们封面没有哦 第二页下面 第二页下面 对 可以了解哦 我等一下真的一定要请你们记住 就是说真的 不要一直在做复制贴上复制贴上 因为这是机器很适合做的事 不是我们人适合做的事 好 那怎么做 我先把简报都关掉 我现在把简报档案通通都关掉 不要储存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我这边是不是有一份word的文件 然后一定要先编好标题字跟次标题字 这个一定大家都会做吧 因为你在写计划的时候一定 这个是标题一 然后这个是标题二 我想这应该没问题 这个是标题二 好 那怎么样把这些文字快速传送到powerpoint 它的做法是这样 你要先把这个功能叫出来 就是word的标题字传送到powerpoint 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档案 你要知道这个功能放在哪里 放在档案底下的什么 选项 选项 然后接下来快速存取工具列 在word的选项里面 请你选快速存取工具列 因为快速存取工具列就这边了 这就是快速存取工具列 等一下我只要请你们点 点这个功能点一下 剩下的时间你就只要慢慢的等 等电脑去帮你做完 复制贴上复制贴上 好 然后在哪里呢 以前在200300以前 他还放在功能表里 现在已经放在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不在功能区的命令就是隐藏的功能了 就是以前本来有这个功能 可是他现在 因为他觉得可能大家不太用 所以他就把它变成隐藏版功能 可是我觉得这功能真的很重要 好 然后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有很多很多 好 大概卷轴 卷轴请拉到这个位置 大概请拉到这个位置 因为太多了 里面大概有三四百个功能 在放在这里面 好 其中我要的是这一个 传送到Microsoft的PowerPoint 然后点选新增 就进来了 可以吗 你要知道这个功能在哪里 不过你的电脑 因为上一期 上个礼拜五都被人做过了 所以他们都已经帮你做完这一段了 可是你办公室的那个 Word没有这个 快速存取工具列里面没有这个功能 你自己要把它叫出来 从隐藏的功能把它叫出来 好 那最后就点选确定 现在你可以不用做 现在这一段你可以不用做 你等一下只要点这个按钮就好了 好 你看 我刚把这个传送到Microsoft的PowerPoint 做在快速存取工具列了 我现在我只要点一下它 你可以离开滑鼠去倒一杯 离开电脑前面 你可以去倒一杯水回来去看 他就帮你做完了 你看这样子是不是比较好 要记住 我的电子邮件 因为我也只会电脑这部分 上次我的电子邮件发挥一个功效 他说他的亲戚要找荣种的病床 我说我在阳明大学不是在荣种 所以我就没办法帮他这个忙 我也不是医生 好 所以我只能告诉他说 那我认识一个医生 你能不能去问他 可以了解吗 好 我只是大概跟你们分享一下 那个记住 资讯 资讯这里面真的有很多那种 有很多就是使用的技巧 只是你暂时不知道而已 所以你只在问我说 那这个技巧在什么地方 那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 这个速度很慢 可是我在我家里7秒钟我就做完了 这边我推测 可能因为我们这边用那个卡巴斯基 卡巴斯基每做一个动作 他就要去侦测 你看这样是不是就做完了 他是不是把我刚刚是不是有好多那个 那个标题有成功简报关键篇 然后有工作管理提升篇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成功简报关键篇 工作管理提升篇 会议管理篇 你看他是不是把那些标题 以标题一为一个页 然后接下来标题二放在那个次标题区 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节省我们好多好多时间 好 所以等一下我现在请你们只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打开范例 打开范例 这个Office2010 tip40招 打开之后呢 如果你左上角这边没有传送到Microsoft PowerPoint的这个功能图示功能捷径 那你就点选档案选项来去找好吗 来麻烦亲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好我现在要请各位看一下 刚刚那个第六页 请看第六页 所以 你们有在地方 因为我昨天 前面只是中华第一 好喜欢写笔记 他就把那些全字都写出来 当然不喜欢写字 你没关系 我就告诉你 就对奖励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告诉他们 在奖励在什么地方 他还是要写 好 因为 其实 只要你会做就好了 对了 后来有找到 那你叫出来 那你跟这个 在跟 那 那 这个 OK 那我继续咯 所以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奖励 放在第六页 你们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 在制作一份简报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 很棒的一个封面 大概一份简报 我们分成四块 四个区块 第一个封面页 绝对很重要 第二个可能就是转场页 转场页 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就是说 假设 第一份简报跟第二份简报之间的转场 还有内文页 内文页 那还有可能有人会特别做大纲页 大纲知道吗 就是第二页了 可是有很多人不做大纲页 那我们因为是属于进阶 所以等一下我们必须要用就是刚刚教你的这个功能 来去尝试挑战大纲页 可是我们先把封面页做出来好不好 封面页知道吗 一份简报一定要有一个很大气的很酷炫的封面页 可是我们又不是步行美工毕业 或者是师大美术系毕业 在座有没有这两个学校毕业的 为什么 这是光荣 这是骄傲 就是我们现在要快速 因为主管要求我们十分钟做完一份简报 那有没有可能三分钟我就要做完一个 还蛮专业还蛮美丽的封面 可以了解吗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刚刚这一段简报 画面就用一下咯 这是我刚刚的简报嘛 请问他是不是少了封面页 对不对 封面页我们可能就要给他什么 Always 40招这个标题 好 那我们最快速简单 而且要做出专业美丽的封面 我觉得做法当然就是善用他的范本 所以点选档案 然后接下来点选新增 新增 你各位以前是不是可以看到我们以前的这个这个简报封面 简报封面 有看到吗 有没有觉得好像感觉哦 这已经不错了 对吧 至少至少你都曾经看过别人有拿过这些 这些封面 对不对 可是我要告诉你哦 微软公司在2016年 新功能 加了更大气的一些封面制作 你看哦 当我点选 简报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如果说你今天要去做那个 介绍台湾 这个封面是不是还蛮不错 介绍陶渊市政府 陶渊市政府那个也有蛮多的农地啊 或者是你想要介绍产品 或者是你要介绍一个主题的宣传 或者是或者是你想做这样子 就是推广那个陶渊的水果 有没有发现哦 这些的简报好像封面感觉又都不一样了 那个层次感是不是又出来 其实我只是要告诉你 他多加了图片 那意思就是说什么 假设你用这个版型 然后我只要换成 比如说我要介绍陶渊市政府 你就把那个底图换成陶渊市政府 不就好了 有听懂吗 换图片会不会 没关系等一下也要教你 反正就是我们现在因为要教 Office tip 40招 就是Office的使用小技巧 那你就找一个类似的主题 类似的主题 因为我是要去做 我觉得我想要等一下把这个图片 换成什么 换成稍微更酷炫的 因为这是讲那个分子结构 如果我把它换成那个更酷炫一点的 所以我点它 然后建立 他就建立了一个新的简报 新的简报 可以吗 但是我等一下我要把它稍微修改 我只要改 像这个字是一定要改成Office tip 40招 这张图片我再改 请问你的封面是不是就做完了 好 所以我真的一定要特别特别介绍一下 你就善用微软公司 你已经花钱买了 你就要知道说 它里面有很多还蛮不错的范本 所以请你们现在跳一个就是介绍 类似主题介绍 蛮适合做Office tip 40招的封面范本 来 请你们透过档案 新增 来去做 请问一下 这一张图片 你有没有感觉好像跟我的简报封面稍微有点不太搭 能不能找到更适合的图片 例如说这个 我写Office 40招 好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额 slogan 看你要不要 例如说效率 真的 它在Office 2016以后 它提供的是效率 然后 专业 再来就是 美工 然后这些都要结合云端 就是使用云端的 例如说协同作业共用 来去做 大家一起做 好 那现在我要讲的是这张图片 我觉得这张图片可能跟我的主题会 不是很mage 而且 而且假设我今天我要介绍的是 桃园市政府这个主题 它这张图片 你就要符合主题的图片 所以怎么换 华鼠右键 它新增的功能叫变更图片 当然你会说 我可不可以插入图片 各位都会插入图片吧 插入图片跟变更图片有什么差别 变更图片就是 它会保留这个宽度 保留这个宽度 位置 大小 可以了解吗 那你插入图片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你要自己再去做那些格式大小调整 通常那就是美工 就是我们欠缺的东西 那请问你 Office40招 所以我们变更图片 变更图片 请各位注意 微软公司的图片 引擎搜寻叫做BIN 所以你就点这边 然后请输入什么 例如说 我们是要去做 跟科技有关系的 好那我就直接输入科技好了 或者跟电脑有关系的 然后来去搜寻 请注意 这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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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限Creative Commons 这两个英文字 你一定要知道 什么叫仅限Creative Commons 如果你不选 你选全部 这边会出现非常非常多图片 可以吗 全部嘛 全部的 只要并搜寻引擎 能够找到的图片 都会呈现在这边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仅限Creative Commons 这个意思是指说 有一些设计者 有一些这些图片的创作者 他还没有名气 他就会希望就是说 那你可以去使用我这些图片 但是你要注明说 这张图片的来源 是来自谁谁谁 这样的话 慢慢的可以把这设计师的名声打响 可以了解吗 这个叫做他创用 我们来使用 他创作我们来使用 Creative Commons 你大概懂这个概念吗 所以记住 不要把这个属性改成 授权改成全部 一定要这一种 仅限Creative Commons 好 然后挑一个比较符合 例如说我觉得这张 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就点插入 好吧 如果他不出来 那我就还原 然后再重新再去插入 其实应该是可以 可能就是这中间 那个卡巴斯基挡掉了 好 我再换一个 科技 或技术 好 例如说我换这个好了 插入 然后 然后接下来呢 就麻烦请你 你有没有发现 他只能锁定那个宽度 那就麻烦请你调整 例如说 到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 还有你会说 那我要不要把那个背景黑色换掉 可以 你要换就换 但是我建议你 你不用换太多 你换太多 你就破坏了他的那个美感了 或者是那个 你知道那个架构吗 那有些架构被你动了一下 你可能就 真的就少了那种感觉 美的那种感觉 好 请问这封面是不是就做好了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不会花你太多的时间 然后 然后记住最后做一件事 点一下它 点这边 复制 然后贴给 贴给谁使用 贴给刚刚那一份简报 我刚刚这一份简报 然后贴到这个上面 贴到这里 贴上 你看你是不是就有一个封面了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件事 好 整体 不会花你一分钟 你的封面就完成了 记住 就是滑鼠右键有一个变更图形 你可以找科技 你可以找技术 你可以找什么 星空 云端 那如果你要介绍那个 桃园市政府介绍 或者是 中秋节 我们来举办一个 晚上 不要烤肉 不要烤肉 换另外一个 好 只是你要举办一个活动 中秋节的活动 好了 那你就去找一个 例如说 夜晚 或者是 月亮 可以吗 一定有很多图片 这样就很符合 非常符合 那封面做完了 我们接下来 来去挑战一下 来去挑战一件事情好不好 因为这个在 初阶我是不敢教的 我们来挑战大纲业 大纲业 大纲知道吗 不可以用复制贴上 记得吧 不可以用复制贴上 虽然我们只有七个章 七个章 就是我可能要介绍 主题是什么 那个标题 是不是只有七个 不可以用复制贴上 好了 画面就用一下咯 我们来做大纲 我们来做大纲 好 我接下来我想要介绍大纲 各位应该知道 大纲其实就这个 成功简报关键篇 工作管理效率提升篇 会议管理篇 还有高效文件制作篇 反正标题我要抓出来 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去快速抓出来 当然是要回到刚刚 Word的这边了 首先 首先 你不晓得 我想在座应该 你们Word的使用也蛮频繁的 对吧 好 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只要抓标题衣 传送过去 对不对 所以 我又不能把那个 因为所有的标题衣 是不是要集合在一页里面 所以我要想办法把标题一 变成标题二 对不对 请问一下标题二 是不是全部都在同一张头影片里面 刚刚这边简报 例如说 这些是不是都是标题二 所以我既然要把这些标题一 全部都放在这个位置的话 那 是不是我要想办法把原本的标题一 变成标题二 那原本的标题二要变成什么 原本的标题二要把它变成内文 它就不传送过去 内文不传的 所以 首先你要先游标 随便选到任何一个标题二 选到这个地方 选到一个完完整整的标题二 然后 然后 在这个地方 常用以下样式 是不是有一个标题二 请选 全选 全选 全选有看到吗 全选 他现在就把所有的标题二都选取起来了 这个 这个是不是也是标题二 刚刚没有选 是因为当我点了全选 当我点滑鼠右键 这边有一个 选取共同相同设定 刚刚我点那个全选 就是在点这件事 可以了解 所有的标题二都选取起来了 然后点回去内文 那请问这边是不是就没有标题二了 刚不是有什么 1 什么什么2 什么什么3 一直到40个 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全部都没有了 因为被我全部都改成内文 内文会不会是标题 不是啊 内文不是标题了 那请问接下来是不是我随便点一个标题一 全选 我先点到全部的 这个 我先点这一个 在这边点一下 就代表整个标题都选到 滑鼠右键 选取相同设定 这样我是不是选到 这一个我也选到了 好 记住 要把它点回去标题二 可以吗 你看现在是不是有1234567 那就代表是标题二了 那我在最前面 最前面 Enter 麻烦请输入大纲 大纲 大纲知道吗 然后请把这个大纲要改成标题一 就是我有 我等一下传送过去 我就会希望说 他那一页叫做大纲 对不对 然后内容是什么 就是这些 好 所以接下来呢 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就点它 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就每次传送过去 像我自己家里那个电脑 因为我不是装那个卡巴斯机 还有PCC令好像也很慢 然后真的 这扎一下眼睛就完成了 稍微等一下 因为这边要一进到底 也就是说 我想要去快速完成一份大纲投影片 就是第二页 第二页 这个大纲投影片 它就是放大纲两个字 然后下面就是那些标题一文字 应该快完成了 应该快完成了 然后贴给谁 贴给这一份简报的这一页 然后贴上 你看这样 我们是不是就快速的去完成了 就是有封面页 然后大纲 还有内文投影片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完成 我都没有用复制贴上吧 我都没有用复制贴上吧 好我再做一次 我现在是不是一份简报 我现在我们有封面页 没问题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有大纲页 也没问题吧 那还有内文页 内文页 那大纲投影片 大纲 这个应该是标题一 然后接下来这些 是不是原本的标题一 我要把它变成标题二 对吧 好 那原本的标题二呢 我是不是要改成内文 所以记住 记住 这个基本的观念 所以我们回到word这边 回到word这边 然后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如果说 如果说我先回复 本来我是不是应该有40个标题一 40个标题二 本来应该讲这样子 好 那我先随便 因为我一定要先改标题二为内文 再把标题一改成标题二 这个顺序是不能乱的 所以我先随便选到一个标题二 可是选到一个标题二 请稍微注意一下 你不可以这样子选 你先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这个地方点一下 就是选到一个完整的这一个 它有一个新的功能叫做全选 全选相同格式 例如说相同的标题二 全部都选取起来 好 点它 其实现在它已经选到 例如说16 这个标题二也选取起来了 15 这个标题二也选取起来 40个标题二都选取起来了 这时候我们点选内文 你就会发现刚刚那40个标题二 是不是都没有了 都变成内文了 那接下来我的标题一 要变成标题二 所以一样的做法 我要先随便选一个标题一 所以我就在这边左键点一下 这是不是整个标题一都选取起来 接下来呢 我用滑鼠右键 选这个标题一里面的选取相同设定 这样我七个标题一通通都选到 我就点标题二 这样是不是有1234567 这大概就知道这都是标题二 例如说你点它 它也变成一个标题二 你点这一个2 这一个也变成标题二了 好了 那现在我是不是少一个标题一 所以我就这边最前面打一个大纲 这个位置也不能打错 如果大纲 或者是你叫目录也可以 选到它设为标题一 剩下一件事情 是不是就点这个按钮 你就传送过去了 你就产生了大纲投影片 重点我的教法是要告诉你们 这些动作 如果你把它学习起来 你真的有可能十分钟之内 一个基本很基本的一个 简报是完成的 可以吗 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要有更多的美工 好 我们现在要来跟你分享一下 就是它这里面 因为我们今天的课程会比较偏重在 那个美工这一块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第三张投影片 就是假设你没有大张投影片就算了 我们来看这一张 这一张简报 这一张简报 请问你给别人感觉 有没有觉得这一张简报 这一张投影片太多字了 有这种感觉 简报它有724法则 这是我一定要教的 不管是初阶或者是进阶 大家都要知道 我们要创造出图解式简报 会比较好 那我们现在就还是要教你一下 怎么样把这个简报 稍微做调整修改 我为了保留这个简报 所以我先复制 复制这一张投影片 贴上投影片 这样我是不是有两张投影片了 我只是为了方便等一下我们来做比较 好请问一下 这一张简报 这一张投影片里面太多字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把字先精简 怎么精简 请问一下 如何快速拟好简报架构 你觉得这几个 这里面最重要的字是什么 快速 通常最重要的应该是主词 它的重点是 是简报架构 可是标题你有没有看到 成功简报关键篇 它已经都在讲简报 所以这个简报两个字 重复出现的字可以拿掉 可以吗 好 那简报文字也可以成为 证人聚焦的技巧 请问重点是什么 文字 一个简报的灵魂 你还是会有字就对了 可是那个字要怎么放 像现在我是不是就要教你 简报 成功简报 文字怎么处理 可以吗 简报中的相片更生动活泼 你不能都留技巧 你不能都留技巧 技巧 你留到最后会变成什么 只留技巧两个字 成功简报关键篇 技巧 最重要 我也知道什么技巧你要讲 所以这个技巧删掉 好了 简报中的相片 这个行动词简报中的行动词 行动词跟名词哪一个比较重要 名词 好 不会专业美工也能在简报中修出相片 修出好的相片的技巧 所以请问重点是什么 修出好的相片 修出好的是形容词 所以 所以是相片 相片刚刚是不是出现了 所以就删掉吧 对啊 重复出现了 我说我们只要去无存见 那个word的特色就是你要足相 解释 因为你是要给人看报告 对不对 可是简报它有一个特色 你还可以讲给别人听 你这时候就要把那个文字 刚刚那些字 你要讲给别人听的 同意吧 所以这两份 word的文件跟简报文件 是不太一样的 好 不会专业影片编辑也能在 好 那我这边刻意加酷 好不好 其实是影片 众多活动相片如何制作好 所以重点是什么 解案报告 简报也是可以做解案报告的 还有 还有 对小超 这个 重点是会议了 那国际跟全球你要留哪一个 重叠的字啊 你通常讲那个全球国际简报会议 还是讲全球简报会议 还是讲国际简报会议 因为全球就是简国际嘛 对不对 何必行动词放那么多 好 你要放全球还是放国际 随便你了 好 剩下两个 考考你好不好 你自己做做看 决定一下 其实那个库也可以删掉 那个 安插小超那个安插也可以删掉 自己去删掉一下 你要记住 握得过来的简报文字 应该要去做一些删除 好的 合作 要大概可以接受 每一段 由来 你也讨论 也讨论 你整个 可能 有点 我们不可以接受 你回去你再多做 就学会了 不要纠结好不好 真的不要纠结 后面真的越来越重 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们今天 当我们今天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虽然有知道7.24法则 那什么叫7.24法则 它其实现在已经改成8.24了 这个7就是最多7列 24就是这里面的字 最好不要超过24个字 好 那我现在新增加一张团片 什么叫7 可是它现在真的改成8了 你看哦 当我现在说 1 2 3 4 5 6 7 8 现在字形大小多少 现在字形28 也就是说如果放这8列字 它不会改变字的大小 可是当我放到第9列字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它为了挤进去 所以现在还没有变 但是10它会来挤进去 所以它只要自动把字缩小 变成26了 可以吗 这就是所谓我们讲那个7.24法则的7 就是不要太多列的字 那24是指说这里面不要超过24个字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如果你今天字不多 可是这样呈现是不是不好看 所以呢 我要接下来跟你分享 它提供把这些文字快速转成漂亮的艺术字 叫做转换成SmartArt 这个功能一定要会 例如说 例如说 转换成SmartArt里面 假设我换成箭头好了 你有没有发现 光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变更以下色彩 比如说变成橙色 然后变 就是这边SmartArt工具 你把它做成立体化一点 你有没有感觉 请问这个比较好看 第三页的呈现比较好 还是第四页的呈现比较好 第四页嘛 我还是觉得第四页这种还是有点缺点 还是可以做到更好 可是请问我刚刚从这个 这个你一定要会去无存经 其实我们学英文是不是只有留名词 对不对 你就把那个主词留下来就好了 主词知道吗 然后接下来 这件事情你在做滑鼠右键转换成SmartArt 然后换个颜色 换个颜色 我把它先还原一下 这个 转换成文字 滑鼠右键 转换成Smart 然后例如说选这一个 你看 这需要花几秒 然后呢 稍微变更一下色彩 然后变成立体 这真的不会花你太多时间 你去看哦 从这一张到这一张 如果你可以做很快 再到这一张 你会不会觉得其实 没有花你两三五分钟 你就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 这样子的一个简报 让别人看起来觉得还蛮不错的吧 提供给你们参考 转换成Smart 一定要试着把它给完成 我们在下课 好 那就请你们先动手练习 转换成Smart 其实如果说以这个Smart来去看的话 我想要把它去做一些改变 做一些改变 举例来说 在这个地方 成功简报关键片 我先把它复制好了 然后一样贴上 我想先把它还原 因为先教各位怎么把它还原 还原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点一下这个Smart物件 然后设计里面转换 可以把它转换成文字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 它反而就是一个Smart 你想要把它换成别种版面配置 这边这边有很多种版面配置可以让你去选择 如果你觉得这些都不喜欢 那我们可以换其他版面配置 在其他版面配置这边有非常多种 像清单 清单类的 清单类 还有像流程图 流程图 还有像 例如说 循环 各位应该从这个名词上面大概就可以知道 像例如说 洗手的方法 那这样子的话 它是不是一个用循环图来表示会比较好 还有阶层 组织架构的时候 我们就会适合用这种组织图 好 依此类推 我就不一一介绍 例如说我现在想要透过一个流程图里面的这个方式来去呈现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它只呈现三个 那剩下 剩下的呢 剩下还有这个固影片这些是不是还有好多个 你先把它剪下来 剪下 剪走 然后直接贴上直接在这里面贴上贴上 插入一个文字方块点一下然后贴上 是不是就有这些东西 那只要是文字方块都可以转换成Smart 例如说我还是继续放齿轮 齿轮在流程图里面的这个齿轮 那是不是又三个了 这个大小可以去控制哦 这个大小是可以控制的 那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三个 一样把它剪下 剪下 例如说 插入到一个文字方块贴上 这三个是不是又可以再做转换成Smart 其他Smart 流程图里面的齿轮 确定 稍微把它放大缩小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变成说有很多个 很多个 记得这些都可以去变更颜色 变更颜色 然后这也可以把它变更颜色 然后做成例如说立体 立体 是不是这样就产生了 就是说不太一样的一个视讯 视觉效果 好 那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当然我等一下还会教你 就说 其实这里面它组织啊 结构啊 都可以再做改变 我等一下 我再教你 因为你这样感觉好像大小 大小是有差别 但是 但是它好像能不能在随心所欲 让我们自由放置在什么位置 这就等一下要教的 所以你看 你觉得从 从刚刚这一种变到现在这一种 你是不是觉得这一种就更特殊一点了 可以了解吗 所以我只是希望说你们在制作的时候 能够 能够 等一下我还要再进展到 几种不同的位置的放置 可能更能够增加 我们就是 怎么讲呢 就是视觉效果的美感 但是我等一下会教你 基本的结构就好了 基本 你不要学太多 你做完三个三个三个 你稍微调整一下 例如说箭头的方向 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跟变化 可以吗 所以请你从这一个 复制贴上 记住这个东西 它可以 它可以在设计里面转换 它可以变成文字 或者是你就直接在这边 版面配置直接修改 都可以 记得稍微留下 刚刚的作品跟现在作品 方便做比较 你再选择 看你要做哪一个会比较好 请你们现在动作来做一下齿轮 针对这个齿轮的方向 我们其实是可以改的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呢 假设你想把这个箭头改到这个地方 好 这个 接下来呢 这个箭头转到这个地方 然后它两个互相面对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要先学会解散群组 这个物件呢 它是可以解散群组 滑鼠右键点这边 点到这边边框 然后群组取消群组 而且要两次 而且要两次 好 所以再一次 选到这一个 下面这一个 滑鼠右键 然后群组取消群组 这个时候呢 这个 这个黄色的 这个你可以选到 这个齿轮你也可以选到 例如说 例如说你现在把它旋转到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这个物件 这个箭头 是不是也可以旋转 那相对的 这个箭头是不是也可以旋转 旋转到 例如说 这个 这个方向 好 我只是说 要让彼此之间 可以产生更多的互动 那你这个箭头 就稍微改一下方向 这是绝对可以修改的 那所以相对的 这整体 这整个的物件 因为要让它有彼此的一个结合 所以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 可以自己再去稍微调整一下 就是让它的一个整体性 是比较好像觉得 它是彼此互相是有关系 或者是对立彼此之间 去产生这样子一个特效 那主要的重点 主要的重点就是在于说 你因为这是你的东西 你可以自由随意的去搭配组合 那记得动手 做完这些东西之后 建议还是把它整个群组起来 不会说以后到时候 我们搬东西的时候 这个有选到 那个物件没有选到 所以滑鼠右键群组 组成群组 它就变成一个了 好 你看当我现在搬移的时候 是不是一组这样子的搬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咯 什么物件 它可以任意的去组合 解散群组 然后去调整 编辑 那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的字 例如说像e-learning教材 什么CD教案 国际 简报 会议 这些字 这些字的大小 其实你可以再去控制它 举例来说 当我今天我选到这个物件的时候 我把字统一设成 例如说深红色 或者是我还是维持刚刚的白色 可是我这边我加了个阴影 这样字会稍微凸显出来 就是这三组 这三组 但是字可能太小了点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放大 那你在整理这个字的时候 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例如说e-learning 你会希望放在一排 然后教材放在一起 所以我们会刻意手动的去 加一个inter键 把这个e-learning字稍微缩小 好 那例如说CD教案 手动按一下inter 国际减 你不可以把减跟报分开 例如说国际减报会议 这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再去手动去调整一下字的大小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安排是可以的 好 那这个e-learning 记得 它就变成只好把它锁小 因为这样子看 我们才会比较清楚看到 你所想要呈现的内容 记得 就是 里面的字要调整 那我现在要特别强调讲一下 这里面的字 这里面的字 就是精细明体 跟这边有一种叫做微软正黑体 微软正黑体 这个微软正黑体 好 你看一下 同样是这个 这个我也把它加英语好了 你看这样子的字 跟这样子的字 这样子的字会比较好看一点 比较 这样子的字会比较好看 这样子的字 虽然它比较美 但是 那个星系明体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要用星系明体 还不如用标凯体 我们习惯看是标凯体 但是 这些只有三种字型 可能没办法满足你的主管的需求 所以我们要教你如何在安装其他种字型 好 我现在要教你 思源字型 因为王瀚中字型 王瀚中字体 我觉得可能还存在有授权的问题 所以我不谈 那可是我们来谈一个就是Adobe公司跟Google公司 联合打造出来的思源字型 那个是不用钱的 这里面 你有没有思源字型 大家都没有 而且你也没有王瀚中字型 你的电脑里面应该也没有这个王瀚中字型 我只是要提醒你像这王瀚中字型 什么宋体 繁体 行书 这些隶书其实都蛮好看的 可是因为这种字型 它有授权的问题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用 毕竟是公家机关 我们教你另外一种字型 叫做思源字型 好 我们先把这个范例 先存档 我先把这个范例存档 记住那个字型不要忘记了 就是这要稍微调整一下 像你不要说像这种就不好了 对不对 这个按一下Enter 然后 如果不能动的话 那我就只好把这个字稍微缩小一点 就是反正就是放在一起就对了 这个不可以国际解报会议 好 那我们接下来先把这个档案储存 先把这个档案储存 我就关掉了 因为字型 字体后面我才安装 那你简报打开来 它是找不到 所以我等于说 等一下我再重新打开简报 所以我把这些简报我都关掉了 各位应该知道 这是刚刚上节课 我做的封面跟大纲 好我就先不储存 那各位字体 字体这个免费 而且你绝对可以使用的字体 我们叫做 私缘 好那你就直接打 私缘字体 下载 可以吗 就打这几个字 私缘字体下载 Enter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有一个免费字体 免费字体 私缘黑体 好 点一下 它是由Google公司跟Adobe公司 联合推出的开放中文字体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边它是不是说 私缘字体的下载 私缘黑体 for make 然后 主要是下载这个 然后 有这些字体 这个私缘字体 有找到这一个 这个 送题 好 那如果要下载的话 就直接点这个 它这里面有这几个 我觉得这写的还不是很好 我觉得这写的 好吧 我们来点这个下载 它来教你怎么安装 好 重点是下面这边 更多免费字体下载 英文字体 字体懒人包 诶 它的下载跑去哪 十元字体 我先回到刚刚这个地方 十元字体下载 没错 哦 在这里 在这里 就是 你找 你只要点到那个什么 嗯 思缘字体下载 到这个网页 然后接下来 你往下去找 不是要点这个哦 什么赞助商 什么搜寻结果 再往下 这边 软体下载 就是那个字体下载 所以请点它 我跟你们讲一下 我是在哪里找到的 来画面就用一下 我是点到这一个 免费中文字形 思缘黑体 然后点下去之后呢 这边是不是有 什么软体下载 就是把这字体下载下来 按这里 然后接下来 这边它就分 繁体中文 简体中文 日文 韩文 所以我要点这一个 按这里 这就是 点下去之后 它就会自动下载了 就是刚刚那一个 ZIP档案 所以我现在 不请你们做这件事 好不好 因为这边可能 它有一些授权的问题 我不知道它可能 放置的位置 可能有档 所以我把它放置在 我的 等于说是 签文去我的 这边下载 好不好 范例下载 我把它放在下载里面 你这样就有这个档案了 我现在去放一下 到范例里面 然后点今天的课程 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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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就会看到这个 Node2 Sense CJKTC 然后我要教你怎么去 怎么去 就是说下载 等于说你到我这边来去下载 然后如何安装 那我刚刚已经下载了 我刚下载这个 思源字形 它是一个压缩档 它放在哪里呢 好 放在 就是打开文件夹 然后这边是不是下载 里面就会看到这个压缩档 那这个压缩档滑鼠右键 解压缩 解压缩 然后就直接点解压缩就好了 它就放在这里了 你在哪里 它就放在哪里 好 然后接下来呢 你关掉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多了一个 这个跟压缩档一模一样的资料夹 好 这个资料夹里面 它提供非常多 那个思源 那个什么粗黑字体 这么多 全部都是字体 字体档就是OTF 你不要选到文字档 也不用选这个readme 好 重点是这些 这些是不是全部都要选取起来 这些都是字形档 都是字体的档案 所以滑鼠右键 然后点选 安装 安装在这里 它前面为什么 放一个盾牌 就是用管理者才能够进行安装 好 来点选这个安装 它就开始把这个八个字形 全部都装进去 好 装好了 可以吗 都是用滑鼠右键 先挤压缩 解压缩之后再安装 安装完毕之后 我总要检查一下 打开我刚刚的范例 这个PPT进阶 然后OBIS40 我好像不是放在低低 我是放在桌面上的 桌面 PPT进阶 OBIS40 这应该是刚刚 刚刚我存档的那个档案 你看 这里面我是不是就可以选到这个OBIS40 然后把这个字形 字形你要会去运用 刚刚是不是就只有这几种字形 我们来看 NOTO NOTO 这几个都是增加进来的 刚好 我为了让你们知道 就是我到底装了什么 我稍微把它放到 我先移到最上层 然后放到这边 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 这个字形我去找 NOT L M N 是不是就这几种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个 第八个 可以吗 就是它有这九个 都可以让你 就是随心所欲的来去使用 例如说我选择这一个 出黑体 好 我只是要给你观看一下 它有更多的一些字体 让你来去使用 这就是思源黑体的一个应用 它是免费的 所以你绝对可以把它带回家 好 所以请你们现在动手要做几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下载里面 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 解完压缩之后 直接进行 进行这几个字形 请不要选到REME跟这个license 然后直接安装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 不管是打开Word 打开PowerPoint都可以应用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要跟你继续分享 就是我们通常不能这样子来去换字形 我们要换就是在母片里面去换字形 达到一致性的设定 所以怎么样一致性的一起把这种字形全部都换掉 你记住 你千万不要选到它然后设一种字形 然后选到这边又选到选到内容 然后设字形 这样子的设定 假设你有12页 你是不是要做12次 然后可能有些页你没有做到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用母片来去做一致性的设定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好 首先 首先我们来去看一下 在检视底下 是不是有投影片母片 投影片母片请注意 最好是设定这一个 好 这是标题投影片 这是内容投影片 那相对的 你设分别设定 那还不如设一致性 就是如果你设定它 例如我现在把这个字形我改 我就直接改成常用底下的 例如说这个 我等于把这一页的这个区域也改了 这一页的区域也改了 所以建议 建议哦 是改这一页 那接下来这里面的内容 我们可以选择 例如说字体我们就选 选微软 微软正黑体 微软正黑体 好 这样应该没问题哦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投影片母片 关闭 母片 我们现在来检查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第一页 第一页 这个是不是很标准的 就是note2的字形 思源字形 这个是不是微软正黑体 不是嘛 对不对 这个显然不是 所以滑鼠右键 记得重设投影片 他就改回来了 这个对他来说 这一页怎么完全没变 我们把这一页换掉 重设投影片 你有没有发现 他是不是就变成那个 note2字形 下面这些是不是全部都变成什么字形 就是微软正黑体 那这一页没有变 对不对 好 记住 我们不要一页一页换 全部一起选 然后滑鼠右键 重设投影片 这样子的话 我们每一张投影片的这个标题字形 或者是这个内容的字形 全部都一致设完了 就是按照母片里面的设定 甚至如果说我们今天是抠别人的简报内容 我们也是要做到符合一致性设计 记得就用我现在教的这个方式 所有的投影片全选之后 做重设投影片 所以你要做两件事 第一个母片 检视底下的投影片母片 一定要去修改这一张 这一张 例如说我这边改成四元字形 这边是微软的正黑体 然后关闭母片之后呢 记得全选投影片 重设投影片 你这样的话 你的字形就全部一致性都设好 不用在那边手动一页一页改了 请你们现在动手完成 一致性把所有的投影片 通通设定好相同的字体 请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字体 这个字体里面 它就没有改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字体里面 它还是维持那个心系名体 记得你还是要手动来去改成Node2 这样子的话 好像它不会改 这样子 它才会改 就是 就是你分别要选到这些 然后再去改字形 Node2 因为它 这个叫做Smart物件 Smart物件它不是这里面内容 好 所以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就是说 这个 这个叫Smart物件 你必须要一个一个来去做修改 这是它目前没有结合的地方 那我们有了字形的认识 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 我们再把母片观念再弄熟一点好不好 就是最多同学问我的一定是投影片的页码 请问现在有没有页码 现在因为我们还没有设 那你每一张投影片是不是都有页码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把页码插入进去 插入页码在这里 插入 然后接下来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投影片编号 没问题哦 插入投影片编号 记得这边勾选投影片编号 请问你的第一张投影片 叫做标题投影片 标题投影片中要不要显示页码 不要 新功能在这里 2013版以后加进去的 以前的版本没有 好奇问一下 你现在用的 PowerPoint的版本是哪一个年份的 不知道的请举手 反正我就用简报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版本 2016版麻烦举一下手 让我知道一下 那只有三位 还是没用2019版 有一位 两位 好 那其他都是2013版哦 2013版请举手 好 我要告诉你们 应该今年明笔 应该就要把全部都换成是2016版了 可是这个功能哦 2013版就有了 就是标题页 我不要有投影片 然后记得要选全部套用 而不是套用 套用只有一张 现在是全部套用 所以我们要点全部套用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第一张投影片这边是不会有页码的 再来第二张是不是有 第三张是不是有页码 可以哦 插入投影片编号 然后麻烦请勾 投影片编号 还有标题投影片中不显示 请打勾 然后全部套用 好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这件事情 你看一下哦 这字是不是很小 那第二页这个页码字是不是很小 页码很重要 那请问一下哦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字变大一点 你可以在这边改 可是请问你在这边改是不是要改11次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只改一次 到母片 这样可以大概了解哦 好 所以我们就检视投影片母片 请问是不是改这一页 对吧 改这一页的这个区块 为了我们上个方便 我们把它稍微改大一点 所以常用底下字稍微设大一点 改成20 然后一样改成no2这个字型 好不好 因为它是出题还蛮明显的 所以我们就投影片母片 关闭 然后你现在去看一下 这个第一张投影片是没有页码 第二张是不是有比较大一点 粗一点的页码 放在这个地方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修改 投影片 页码编号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投影片的编号 他会希望这边是1 就是内文的第一页 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希望这是1 因为通常我们会不会把封面页 就是当假设现在我们要 我要介绍Office40招这个简报 这个标题的时候 然后通常大家看这张投影片的时间 是最久的对不对 然后很快的就是当简报开始的时候 可能他就快速带一下说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标题是Office40招 然后就跳到下一页去了 可以了解 所以他这个时候他会希望说这一张投影片是1 而不是2 好 所以怎么把这个2改成1呢 你们猜猜看在哪一个功能底下 你们猜猜看在哪一个功能底下 好棒哦 你怎么知道的 设计底下有一个功能叫投影片大小 因为我跟你讲 我自己都没办法理解 他为什么把投影片的页码起始编号放在这里 放在设计里面 这跟设计无关 这应该跟那个输出是有关系的 好 我觉得以前观念是比较正确 以前是放在档案底下 然后点选设计底下的投影片大小 制定投影片大小 然后接下来这边一个投影片编号起始值 请改成零确定 因为零这一页又不呈现一页 所以就无所谓了 可是这个是不是就变成第一页了 可以吗 在设计投影片大小的制定投影片大小 请我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我们现在要来谈这个主题 就是说假如说我今天我word的文件 我已经做好了一个表格 对不对 这个表格什么格式设计啊 这边都可以就是做好配置 配置完毕之后呢 我会希望把整个表格去做一些修改 修改 这些格式的修改 例如说全部的框线我都要有 然后接下来我要把这整个表格复制 贴给简报来去使用 然后假设我今天word的文件感 我的简报的表格要跟着感 好所以怎么样去做这件事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的简报里面假如说这一边 这一页我先把它删掉 这一页我先把它删掉 因为这不用这一页 我先新增一张新的投影片 我这一张投影片等一下我就要放那个表格 怎么做这件事 首先我们在简报里面是不是先新增了一张新的投影片 然后我到word里面 好我要做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整个全选 整个全选 是不是左上角一个这个控制钮 然后复制它 用右键点这个控制钮 复制 这应该没问题 复制好之后 回到这个powerpoint 直接去做贴上底下的选择性贴上 一定要选贴上连结 请问刚刚那个物件是不是word的一个表格 所以它叫做word文件物件 所以它叫microsoft的word文件物件 这我想应该没问题 然后点选确定 好 你看哦 当我今天word的文件 这个 这个我改成365 我这边改了 请问powerpoint的这边 你需不需要它自己跟着改 当然希望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举例来说 我们现在做一个协同作业 他是我的主管 他手上已经拿了一个word文件 他叫我来去做简报 请问那个word文件是我做的吗 不是 可是我现在是不是要伸出一个简报 这个简报里面 会不会要用到word文件里面的表格 会吧 那万一那个电子档 是别人设计 他又修改了那个word文件 你不用担心这件事 这边会自动跟着修改 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很好 可是前提哦 前提是 那份word文件 必须要放在一个 共用的一个资料夹里面 你不要到时候连接出现错误 各位知道共用的意思吗 我要共用 例如说中研院的一份word文件 可以 但是那个那份word文件 必须要在你的相同的那个资料夹里面 你根本就 你如果说根本就没有那份电子文件 你们要是都放 他做完就放在中研院 他不是放在我们桃园市政府 那变成你连接 那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他的修改 不会及时 就是让你知道 好 所以记得哦 记得 我刚刚的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在于说 当word文件改变 这个简报文件 会跟着改变 例如说我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你看格式都是在word里面去完成的 你格式记住哦 千万不要在powerpoint里面做 你调整大小 这我想这没有问题 好 你看哦 当我今天word的这边 我这个也改成office365 这个也改成office365 这个也改成office365 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我们的powerpoint 是不是全部都改成365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哦 我用的方式是什么 复制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接 这个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接 可以吗 前门现在动手来去尝试做一下 那因为我们从word那边传送过来的 word那边传送过来的 好 资料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这边我再简单做一个word表格 例如说插入表格里面 我选择这个好了 好 例如说这是年 然后接下来这是人数 例如说这是20 因为在我们这边我们还是习惯用民国纪年 所以我这边我就显示105678106107108 好 例如说人数这边有9000 8000 7000 然后8100 好 假设这样我做一个表格嘛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会把它做稍微漂亮一点 加点功 好 例如说我把它换成是这样子 然后里面字形大小稍微设大一点 大一点 因为这是标题 然后这个是基本的内容文字 好 那接下来我是不是就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依照刚刚的做法 复制 复制 对不对 复制好 然后接下来我就到简报里面 新增一张新的投影片 然后去做贴上 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结 握得物件 好 那这样子一份文件 这样子一份文件 通常 通常你会有一个标题 假设我的标题就是 各年 各年 例如说 那个 香蕉生产量好了 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这样这些事情我都做好了 然后后来发现 握得这边其实这是 八千五好了 九千三 然后这边是八千五 好 你看这边资料改变 我的简报资料是不是就跟着改 这都做到了 好 可是你要记住一件事 你是做简报的那一个人 你控制了你的主管 到时候他怎么样报告简报 请问一下 有没有哪一位学长可以帮忙念一下 帮忙念一下 如果你今天我给你报 就是我做好这份简报 然后你会怎么念这张投影片 这边对不起 我要改一下 这就不是人数了 这应该叫做生产量 产量 好 公斤 要在握得里面赶 不可以在简报里面赶 好 随到抛混了 等一下 我把这个档案储存 储存后关掉 我先关 然后word档案 word档案我也把它储存起来 好 然后接下来 我把刚刚那个简报档案重新打开 我是桌面上 桌面的PPP 然后 这个office40招 然后他就会说 那个档案你包含了一个就是说外部的档案 这个档案有更新要不要去更新连结 当然要 好 我刚刚做的这一张 这一张 是不是改成公斤了 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这些都改了 可是你要记住一件事哦 制作简报的人他决定那个报告者怎么报告资料 好 举例来说 这一张 大哥你念一下 如果你要去跟那个市长报告 你要怎么报告 对就这样报告完了吗 对不对 这是在念什么流水帐 同意吧 因为你现在叫你的主管就是去念资料给别人听 好 那你看哦 我现在我只是多做了一件事情 我就在这个地方 我插入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符号 插入一个这个符号 这个念法就会不一样 例如说我把内容填了 五填满 这个改成 改成 那个 这亮的蓝色 然后把它变出一笔 好 那 学长麻烦你再念一次 你为什么其他不念了 不是不是不用念 不用念 你应该念成 从这么多年 近年来我们的香蕉生产量来说 你应该会念成 105年 它最高 高达9300公斤 你应该是这样念吧 其他就都不会念了 你这样子的念法叫做 讲资讯给别人听 请问你希望别人跟你讲流水帐 还是讲资讯 资讯 可是我觉得通常家人相处都是在讲流水帐 可以了解吗 这是很正常的 可是你先去报告给别人听 就一定要希望你的主管是报告资讯给别人听 可以了解 所以你这边有人他就会放一个什么环罐啊 或者是加一个新字号啊 告诉别人说引导别人这最多的是哪一个 这样了解吗 这是简报制作者一定要先有的一个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素养 做简报的人通常不是报告简报的人 这个时候他可能要思考报告者 他要报告资讯时 你必须要把这些素材把它做出来 所以加了这个框框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或者是你不喜欢加这个框框 你可不可以用 例如说这边插入一个符号 插入一个符号 这其实我觉得都蛮简单的 插入一个图案 新字号 新字号在 上面还下面 这边 新字号 然后105年 打一个新字号 可以吗 或者是 或者是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然后把它的颜色 看你要不要 如果你就算不注意 这也都不是很重要 就是 这样子告诉别人说 这个地方是最多的 就好了 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这是简报制作者 你就算不会美工 我觉得都不重要 那你应该要会的 应该是我现在所交的这个素养 因为你要让主管 不丢脸 然后又是报资讯 给别人听 他回来 他一定会觉得 哇 你好棒 你在这么短时间之内 做出这个简报 对他来说是很有帮助 那如果你让他在当场 那么多主管面前难堪 我相信 回来之后 他第一个 就是找你过来 就是好好的 好好的 就是 做那个 反正就是会有不太好的结果 就对了 这我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记得 在表格里面 你要把重点勾露出来 重点 像这个就好像比较没有什么重点 可是这个就有重点了 对不对 好 那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介绍到这个地方 我觉得因为 假设你今天 你不幸拿到的 不是我的长文件 你拿到的是新闻稿 各位有没有可能 有啊 你要办一个什么 中秋 中秋节的一个烤肉活动 你拿到是一个新闻稿 或者是一个文字稿 好 例如说了 桃园市政府 桃园市政府的新闻好了 就是最近发布的新闻 因为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我们就看第一则 第一则 这个 请问一下 标题 它都已经下好了 对不对 可是你在PowerPoint的里面 你应该要再修改 请问一下 你要怎么修改 你要怎么修改 如果你要去做一个简报 就是这样子的新闻稿 你可以去说什么 桃园市智慧城市卓越贡献奖 可以吗 这就是我们的标题 桃园市政府得到这个智慧城市卓越贡献奖 不是吗 那谁会去领奖 当是市长代表去领奖 那后面那一句话其实不太重要 可是最重要就是桃园市荣获那个智慧城市卓越奖 好那请问一下 大纲我们先补列 请问一下这里面的重点是什么 这里面的重点 假设我们先看句号 你这样来看一下 句号在哪里 句号就只有一个 可以吗 根本就是 所以这里面的重点会是什么 我会觉得就是说 这个桃园智慧城市 然后我会加这几个 就是好居住 好创业 好就业 好生活 好工作 那我的脑海里面 我就会想到就是说 那个桃园市智慧城市在中间 然后五个圆圈圈 一个圈 两个圈 三个圈 四个圈 五个圈 像五灯甲那样子 然后好居住 好创业 好就业 好生活 好工作 可以想这样一下吗 你要做这样子的简报内容 给别人看 这就是Smart在做的事情 然后后来我是不是说 最后告诉你 我的文件如何去传送到 所谓的 所谓的那个 简报里面 好不好 我想这些东西 就是希望说你们来上课 所应该要学会掌握的知识 我们上午先上到这边 下午一点半 我们准时再进行下午的课程 好上午先上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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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